大家好,我是谢涛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曹丕算起来呢,是魏国的开国皇帝 但是,鸡也不是他打下的 而是从老爸曹操手里接过的遗产 基本上,所有的事业的规模都是曹操打下来的 曹丕当皇帝的时候 看上去并没有令这个蛋糕更大更强 所以看起来曹丕更像是一个守城之主 开国似乎和他没有关系 反过来说,他是不是就是毫无优点了呢 那也不是 客观地说,他这辈子有很大的优点 这辈子他最让人称道的,就是他的文学水平了 因为他的智慧,他的努力 所以令了他和他的老爸和弟弟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 这个文坛领袖,那可不是靠权力压制出来的 更不是像某一些选举一样内定的 而是全社会公认的 历史也承认的 是拿得出手非常过硬的 曹丕当皇帝的水平不怎么样 但是与其他的皇帝作家,比如后来的陈后主啊 宋徽宗啊等等 相比之下,他就强多了 而且他在位的时候也确实做了些事 比如加强了屯田制 为百姓名声做了一些实事 而且对教育事业抓得也很紧 换今天来说,他如果到教育部当个第一把手的话 那还是相当优秀的 可惜啊,他身上的标签依然是魏国的开国皇帝 他的短命为后来司马仕的强大 开辟的道路 曹丕一死 他的儿子曹瑞就接任当了皇帝 魏国从此进入魏明帝时代 要说曹丕的女人很多 他的儿子们自然也不算少了 但是个个都很年轻 也许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个皇帝魏子的重要性 所以他们也没有像自己的老爸和叔叔那样 为了这个魏子逗得你死我活 所以曹丕在指定接班人的时候 半点麻烦都没碰上 我们也说了,曹瑞很聪明 年纪轻轻,大概也是因为知道 老爸因为自己老妈的事情 所以不太待见自己的 所以做人很本分 低调再低调 基本上是夹着尾巴做人的 一天到晚只是在宫里读书 基本上不会和大臣们有什么交往的 很多大臣都知道 自己的老板有这么一个儿子 但是几乎没有人见过这个儿子长啥样 嗯,应该是长得高很帅 估计也挺风流的吧 不管怎么说 他的老妈可是当年全国头号美女啊 这个基因遗传 恐怕不是靠人的意志能够转移的 另外,至于风流成性嘛 这一点早就有迹可循了 他的爸爸以及他爸爸的爸爸 不都是泡妞的高手嘛 只不过你们个个想看热闹 想看看这个传说当中的太子 可那个曹瑞却偏偏不出场 更是要把这种神秘感玩到底 隔了好几天 才把刘烨给叫了进去 狠狠地聊了大半天呢 其他那些大臣一听 呦,老刘给叫进去了 于是发挥八卦精神 都蹲在外面等着呢 不吃不喝的 一直等得口干舌燥了 这才把刘烨给等出来 看见老刘出来了 大家伙一涌而上啊 纷纷提问 但归结起来 问题就一个核心 喂,老刘 这个帅哥怎么样啊 有没有水平啊 刘烨微微一笑 不急不躁 说 秦始皇 汉笑无之仇 才具微不及尔 啥意思啊 是在说秦始皇的耳朵吗 不对 刘烨的意思是说 呵呵 大家放心吧 我们的新主 和秦始皇 汉武帝是差不多的 只是材质方面 稍稍的欠缺一点而已 哇 这个评价 那是相当的高啊 秦皇汉武 古今以来 有几人能比啊 比他们差一点点 那就相当于 比别人强太多了 至少比他那个 死鬼老爸好吧 好吧 到底曹瑞 行还是不行呢 没问题 臣子们都不用着急 因为过几天 他立刻受到考验了 这个考验 不是来自于内部的 而是来自于外部的 以前为您讲春秋的时候啊 都说啊 那个时候 人啊 特别仁义 打起仗来呢 特别讲礼貌的 别人家如果死了人 有了丧事 是绝对不会打过去的 你一旦趁这个时候打过去 出师的名义 就会比别人矮半分 原本是出去剿匪的 可能就会因为这个原因 倒过来 被别人连手 当成匪来搅了 可是越到后来 越不像话咯 力崩越坏的 越往后 越不把这事当回事 到了后来 还把别人的丧事 当成了机会 偏偏就要趁你家 有事的时候 趁你病 拿你命 事实上 到了三国时期 更是如此 曹平一去世 一向头脑非常冷静的孙权 也不淡定了 他就想来趁火打个结 赚笔小外快 他在想啊 哎呀 为国突欲大丧 内部想必会搞个权力争斗 高层忙于洗牌 啊 忙成一锅粥 这不是机会 什么是机会啊 这个机会要是不把握住 那我不是白活了 说的也是啊 从当年赤笔之战 到相反战役 到仪陵战役 孙权的小算盘 一直拨的噼里啪啦响 很精的 没利润的事情 他基本不做 就当他下令 东吴的边防军 做好军事动员 进行战前准备的时候 他也许没有想到 这一次面对曹锐 金算盘 也有失手的时候啊 这一年 也就是黄初七年八月 孙权也来了个亲征 他兵分三路 左将军诸葛锦 从两个方向进攻襄阳 而自己亲率大军 进攻江夏 还有另外一路 出兵巡洋 不过估计这人吧 是个小字呗 带兵的人 名称并没有被记录下来 嗯 这一趟部署 应该是很完美的 襄阳 巡洋 还有江夏 三路一起发力 我看你这个小曹锐 能顶得住不 要知道 以前我和你爷爷 你爸爸都打过 而且还是个平手 这回你是个小自卑嘛 嘿嘿嘿 哎呀 那啥 柿子还得挑软的呢 小瑞瑞 小瑞瑞 来来来 你的小脸蛋 给我孙叔叔好好捏一把 你没意见吧 三路大军 三路大军 来势汹汹啊 如果是碰到了蜀汉的刘善 估计啊 应该是手忙脚乱 焦头烂额了 但是 偏偏这一回是曹锐 年纪很轻 但 胆识过人 虽说 他老爸 给他留下四个指导老师 好像靠山是比刘善要强一些 但实际上 为人本身就是不一样的 刘善把托姑大臣 当成父亲 当成老师 有事没事呢 都让相父去做主 而这个曹锐啊 当时只有二十二三岁 但 他只是把托姑大臣 当成自己的打工仔 没把他们当成多重要的人士 继位没几天 他就已经甩开膀子 单干了 在这里呢 要讲一讲江夏郡 江夏郡 赤壁之战前 属于刘婊的 太守是皇祖 后来 孙权杀掉了皇祖 占领了江夏郡的一小部分 江夏郡的太守呢 就变成了刘骑了 赤壁之战以后 江夏被三方瓜分了 北方大部属于曹家的 由文聘驻守 西边 江夏的首府下口 和周边的县城 属于刘备的 而东边的鄂县 归属孙权 地方不大 却有三套政府班子 但是 如果纯从地盘大小来看 江夏主要由刘家和曹家 双方划分了 到了后来 有了一阳会盟 刘备把手下的势力的 江夏属地 划给了孙权 那 江夏就形成了 由魏和吴 两家瓜分的局面 这一趟来 孙权的主要目的 就是想 把江夏通通归为己有 独吞下去 当时 江夏太守是文聘嘛 看孙权来势很凶猛 当然要向中央叫急啦 朝廷里边的臣子们 见到文聘的鸡毛信呢 立刻过来要求皇帝 赶紧派兵过去支援一下 要是晚了 这文聘就顶不住了 地盘就守不了了 曹瑞听了 却不慌不忙 孙权不就是想偷袭一把吗 而且他的强项是水战 现在敢于从船上跳上岸 向文聘攻击 以为我们没什么准备 不就是要赚便宜而已 现在文聘已经稳住阵脚 短时间之内 孙权是拿不下将下的 孙权也不是笨蛋 他也知道 拿下一个城池 没几倍的兵力是不行的 现在他看到处于胶着状态 捞不到便宜了 所以他迟早要打道回府的 大家不必担心 该回去洗脚睡觉的 赶紧回去吧 不必操心了 行吧 大家都回去洗脚睡觉了 这个曹瑞也回去洗脚睡觉了 过伤属于皇帝的幸福夜生活了 从这一点淡定来说 曹瑞确实是一个玩政治的天生的好材料 他说的一点没错 孙权这个时候啊 内部问题重重 什么民族问题啦 郊州问题啦 就像一大堆的乱麻 缠绕在心头 他是不可能放开手脚 和曹瑞死磕的 而且 别以为曹瑞真的就回去洗脚睡觉了 没错 他确实没派援兵 但是 慰问团还是派出去不少的 谁也没想到 起关键作用的 恰恰就是这个 人数比较少的慰问团 当时 这个慰问团的带头的人 是智书士御使 寻雨 寻呢 就是寻子的寻 雨呢 就是大雨治水的那个雨 他走到半道上的时候啊 前面传来的消息说 孙权那边围攻得很紧 很猛啊 换做是别人 说不定就会给吓的 掉头就跑了 然后回去就打个报告说 城池都被围的铁桶似的 除非有土行孙的本事 才能过去慰问呢 可是这个寻雨呢 就不是一般人 还真有点头脑 他没有往回跑 反而一路动员各地的部队和民兵 让大家跟着他到江下去 保驾卫国 和东吴的侵略者战斗到底 要说这哥们儿做战斗动员是很有水平的 没几天还真给他捞起了一支一千多人的战斗部队 然后熊啾啾气昂昂的就开过去了 到了江夏军 一看前线的架势 这寻雨就知道了 如果把这一千多人直接投入战斗 哎呦喂 那真是连渣都不剩了 一把火烧过来 真是连灰都没了 和送死基本没区别嘛 于是他脑子一转 嗯 行吧 咱可是吃脑子的 于是 趁着夜色 下令这些民兵上山举火 那边乡 孙权蒙公江夏这么多天 虽然主动权确实在自己的手里 但是工程却没半点进展 就知道 拿下这城池真的是很难了 然后一抬头看 哎呦喂 山上起火了 顿时心里就有些发毛了 哎呀 这应该是魏国派援军过来了 算了算了 索性叫停战斗 退军撤走得了 史书记载这一段说 雨到江夏 发索精献兵 集索从不计千人 成山举火 吴王顿走 哇 这结果 那跟曹瑞预料的一模一样啊 那些年纪一大把的朝臣 不服他 那就没天理喽 不过 东吴那边并不因为没有拿下江夏就老实了 诸葛锦不是还在吗 他看见自家老板凶啾啾的去 灰溜溜的回 觉得实在太没面子了 决定自己这一路也要大干一场 帮着老板把面子挣回来 于是带着自己的部队继续分两路 降着襄阳就开过去了 诸葛锦决心很大 但是好像他打仗基本没出过彩啊 而且襄阳城好攻吗 要好攻的话 当年官二哥怎么没攻下来啊 而且更为要命的是 他运气实在太倒霉了 和他对阵的 是更加生猛的司马懿呀 虽然司马懿也是第一次带兵 但是做宅男做了这么长时间了 憋都憋死了 好不容易开个婚 带上兵出来见见红 你这个诸葛锦呢 还自动送上门 那我司马不把你打成个惨叫机 我还好意思回家和老板打招呼吗 司马懿虽然被他的子孙后代 定性为伟大的军事家 但其实到此为止 他还没有真正参加过哪场战斗 更没有体验过战场的生活 这一次是真正由他带兵和东吴大战 但这又怎么样呢 人比人会气死人的 一仗下来 结果就是诸葛锦大败 《三国志明帝记》当中明确记载 斩杀无将张霸 斩首千余级 意思是说 诸葛锦败得很丢脸呢 连手下强将张霸 也被司马懿砍死在战场上 丢了一千多人的命啊 有这个战功垫底 司马懿就可以在年底顺利升任 票计将军了 好 这边碰上司马懿 没好果子吃 另外一路呢 直接碰上的是曹真 曹真当时职务比司马懿更大 而且打起仗来 更有战斗经验 指挥的部队也更多 所以双方一开打 那个带队的无名的将军 反正名气小的连史册都不记载了这一位 那还不是直接被人打得只剩两个字 失败吗 好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 这一趟东吴的赚便宜之旅 只能以最后失败告终了 欢迎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谢陶听世界 更多的精彩故事在等着您